好,那接下來重頭戲就來了 剛剛那一匹馬到底有什麼好的呢? 這匹馬不是我做的,但是這紙盒我做的 等一下要教大家怎麼做 好,我們再來回顧一下剛剛那一匹馬喔 好,來看一下 頭螢幕 好,木板先不用立揚,等一下才會用到 好,這匹馬在走的時候,行李觀察一下 太斜了對不對? 暴衝 好,有沒有發覺 重心跟他兩隻腳的支點 前後前後前後一直搖擺 好,但是這個樣做木工 我們可能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所以我們今天用紙盒來做 好,那用紙盒等一下教大家做 我們先看一下他等一下發生什麼事情 好,一樣對不對? 所以不能放太斜 這個是等一下大家另外一個功課喔 你要把它調整到一個適當的斜度 好 好,慢慢的 他就會慢慢往下走 有人說這會跑很慢 因為他的腳比較短 這個馬這麼長 腳很長 所以一樣 來,先請你把它 這個形狀先推下來 先拆下來 這個形狀 拆下來 好 拆下來了以後 你有沒有看到這上面都好多凹陷? 有齁? 好 然後有沒有看到這上面有紅色的標籤? 好 每個人的形狀 位置都把它擺到跟我一樣 對 這樣比較 滑滑的嗎? 對 滑滑的那一面 滑滑的那一面朝自己 滑滑的那一面朝自己 然後所有的方向 都跟我一樣 或是看著螢幕的方向一樣 好 然後呢 有沒有看到 我上面有這個線做記號 他是不是剛好這個地方都有一個凹陷 好 請你沿著這個凹陷先把它 剪掉 先把它剪掉 剪掉喔 剪掉以後 你看到的圖案應該會只剩這樣 剪掉以後 你看到圖案應該會只剩這樣 拗進去 像我現在這樣的圖案 好 請你沿著這個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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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用原子筆 把它找出它的中心點 好 畫好了之後呢 下一個步驟 我要請你找出圖丁 對 剛剛的圖丁 對 剛剛的圖丁 然後在中心的地方 交叉它的中心點 把它刺一個洞 對 兩個都刺一個洞 對 兩個都刺一個洞 對 好 一樣我插一個圖丁 把它刺一個洞 對 先刺一個洞 先刺一個洞 好 然後接下來 來 我們 回到 頭螢幕上 來看老金 看老金 來 請看這裡 接下來的步驟越來越複雜了 好 接下來的步驟 我們先把所有的這個凹陷 凹陷 你剛剛摸的是光滑面對不對 好 光滑面朝自己喔 把這個凹陷 來 我整個做完 都先把它折一下 先看我做完 先看我做完 這樣你等一下就 會比較清楚知道我要幹嘛 好 我整個都凹完了對不對 好 我要請你把這個 來 看這裡喔 這兩邊折起來後 這樣是不是可以變成一個盒子 有沒有 變成一個盒子 那請你一個地方要注意就是 這個啊 好 這個角度 好 你折過來以後 這樣子 折起來以後呢 我要請你用定書機 把它 釘起來 跟 釘起來 好 這樣一個小技巧喔 你在釘的時候 你可以用手把它這樣壓著 這個盒子就會正正方方 好 不然我做一個錯誤的示範 有的人釘完 如果變這樣 哇 是不是歪了好多 好 所以你可以用你的手 扶一下 固定以後 這樣 釘起來 好 然後把這個盒子 等於釘四針 它就變成一個方盒子了 你可以釘靠近盒子下圓一點 這樣比較老 好 釘一針就好了 釘靠近比較 要離盒子下圓 只有一小片喔 來可以看一下頭螢幕 就這個 小小一張 背面紅色 正面黑色 這個 好 好 來拿到了以後 請看我這邊 先看頭螢幕 我要操作囉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 請你翻到紅色那一面 翻到紅色的那一面 就是比較不粗糙的那一面 好 請你用雙面膠 用雙面膠喔 把它貼滿 來 請看頭螢幕喔 我要操作囉 好 把它 把它 貼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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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 把它剪掉 如果你的雙面膠比較細 你就貼兩條 像我這個還有 看到紅紅的對不對 請你用你的雙面膠把它都貼滿 好 來 先做這個步驟喔 好 先確認一下你的瓦韌板喔 瓦韌板 我們等一下留意方向喔 瓦韌板是不是 你從側邊可以看到有洞 有 有嗎 齁 那你要把它轉到這個方向喔 它的那個動字這個方向 好 先確認一下喔 它的動字這個方向 我現在手比的這個方向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以後呢 來 請你 等一下先把雙 這個沙子的雙面膠 撕開來 好 好 來 這樣看得出來齁 瓦韌板喔 我會把它 黏在 沙子上面 看出來了沒 看出來了嗎 他是不是被我 是不是還有 突 好長一段 對不對 突好長一段喔 請你把多出來的 剪掉 剪掉不是丟掉喔 要留起來喔 好 你在剪的時候小心 不要把它 黏下來了 好 先這樣 這樣 讓你的那個 好 看得出來嗎 這裡是沙子 把沙子黏到瓦韌板上面 好 來 先做這個步驟 靠邊喔 你剩下來的那個沙子還會用到喔 剩下的沙子還會用到 對 黏在順 對 黏在順 順 那個瓦韌板 動的方向 好 來 拿到棉花棒之後 請看一下 盒螢幕 好 我要先請大家把這個棉花棒 這個棉去先拿掉 你讓它捏著 轉一轉 就拿掉 好 滑掉了 現在開始我們要組裝喔 好 來 組裝的第一個 來我們開始先從這個盒子來動手腳 剛剛是不是還有剩一段沙子 好 請你找出來 好 好 好 來 剛剛 來看一下頭螢幕喔 這個打插 的地方是我們剛剛 打動的對不對 好 現在先請你 來 我現在手捏著 你捏住的地方就是 剛打動的地方 留一下相對位置 好 先請你在這一邊 好 你隨便調一邊都可以 把剛剛的這個沙子 在這個邊 貼上去 等於把它包起來 看得到嗎 這個面 這個 好 隨便都可以 來 我現在再講一次 我手捏到的這個地方 是我們剛剛打動的地方 好 那我要請你在 這個邊 把剛剛的沙子 把它這樣 黏起來 好 黏起來 好 像這樣 貼邊黏上去 對 隨便一個邊 好 隨便一個邊 也就是你叮地書機的那個面 你叮地書機的那個面 對 把它包起來 來 叮地書機的那個面就對了 齁 你自己檢查一下 你貼完那個面是不是 好了齁 好 來 接下來喔 準備好了餒 好 現在我要請你 拿出竹籤 跟盒子 竹籤跟盒子 齁 好 剛剛是不是 打叉叉已經鑽了一個洞了 好 好 我要請你 先不要坐喔 先不要坐喔 好 先看好這裡喔 好 等一下 我們的目的是要把 這個棉花棒 穿過這個盒子 好 棉花棒穿過這個盒子 可是現在的洞很小 只有圖定大 我就要請這一支竹籤幫忙 好 好 所以現在請你慢慢的搓 可是記得喔 不要搓進去 然後這樣轉 好 這樣等一下你這顆棉花棒 插進去就會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好 你把它插到剛剛好 差不多 讓棉花棒可以進去就可以了 好 我們先做這個步驟 先讓 兩邊這個洞 讓它大一點點 讓棉花棒可以穿過去就可以了 好 接下來要來組裝了喔 好 好 來 請看我這裡 好 接下來要找出這一片 就是剛剛 有請你瓦倫巴黏沙子的這一片 好 好 來 請看這裡喔 好 接下來 我們要把這個 因為這個板子等一下不是會藏到 裡面來對不對 好 那我們要看讓它露出來多少 我先講一下喔 等一下原則是 好 它有點 比較不清楚 好 來看一下 這邊比的地方 這邊比的地方 對 大概是 好 可以 看到了 好 大概一個洞到一個半 露出來大概一個洞到一個半 好 先不要做 我現在是先解釋 一個洞到一個半 好 那你會發現這個板子 你現在拿上來以後應該會很長 好 類似像這樣 會很長 你如果等一下量一下一個洞到一個半 那等一下我們的這個棉花棒是要穿過去的 看得出來嗎 好 穿過去 那你可以先稍微比一下 好 把它對齊在這個洞 然後露出一個到一個半之後 是不是這邊都不要了 好 我現在手筆的這邊是不是都多的 你就可以用剪刀 你可以用棉花棒做機好 然後用剪刀 把多的 剪掉 就留這個 好 差最後一個步驟囉 好多人已經裝上去了 好 來我講一下怎麼裝 來請看一下 我用這個透明的讓大家理解一下 來請看一下頭螢幕怎麼裝齁 好 我先用這個透明的讓大家理解一下 等一下裝好會是這個樣子 這個 這個 這一片就是我們剛剛做的 然後底下是有黏砂紙的 那等一下我要請你把這個 棉花棒必須先抽出來 然後把這一片先塞進去 好 塞進去之後呢 你把這個 棉花棒刺進去 然後找到你剛剛 找到你剛剛這一個 瓦潤板這個洞的位置 然後把它刺出來 裝起來就像這樣子 好 可以嗎 好 這個步驟需要手眼協調一下 對 好 好 你先 最後一個步驟我們要來貼膠帶 來 現在大家桌上的那個透明膠帶就差不多 現在是我這個有顏色的膠帶的寬度 請你就沿著 來看 我這個側邊 好 這個應該要比較清楚 剛好貼旗邊 然後把它貼過去 像這樣 貼旗邊把它貼過去 然後貼完你會發現 這一片就剛好在這個膠帶 中間 好 不要特別拉緊 不要特別拉緊或太鬆 就是剛剛好平貼固定住 讓這個 洞的位置在這個範圍裡面 好 好了之後我告訴大家 現在就看著來實驗囉 看看你做的東西有沒有成功 它需要調整 我先提一下 來 第一個步驟呢 你要先把板子立斜 然後你可以參考一下我現在板子的斜度 我現在板子的斜度大概 差不多 木板是加在這個位置 好 OK 大概加在這個位置 好 然後呢 圖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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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一下看狀況 不一定要查 好 然後呢 一開始你放上去應該會這樣 請你玩的時候 把它往後一點 好 這就是一個 往太後了 對 好 你把它先這樣子 一點點就好 好 放開 然後看它會不會這樣一個一個往下轉 好 再示範一次喔 來 我第一個 往後讓它 往後仰 然後沙子要朝前面喔 沙子朝下坡的地方 第一個步驟沙子朝下坡的地方 然後把它往上仰之後 靠著 然後 放開 斜坡可以調整 你可以調整你們斜坡的高度 好 然後 然後 如果 不行 你可以配個中 如果你覺得它很容易一直往前翻 你可以把剛剛的那個斜坡 插在一下我現在的位置 這片嗎 這片嗎 我又全反直 我又全反直 是要翻回家了耶 通訓你要確認一下喔 你的那個 腳啊 是不是這樣晃的時候 你確定 會不會晃 你確定你的腳 會不會晃 會不會晃 如果你的腳會卡卡的 那 會卡卡的 我等一下教你的方法 你把它拿出來之後 用剛剛那個竹籤 試過去 然後把它 讓它大一點點 好 放上面走 你把它放上面走 你把它放上面走 不會咧 試試看 好 看一下喔 欸 這個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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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幫你看 喔 好 來 我發現一件事情 剛剛那個膠帶啊 我剛剛有提 不要 繃太緊喔 繃太緊 你會發覺它把它包住了 就不能晃動囉 請你檢查一下 好 趕快不行 這邊是有一點點 好 那再高一點 看一下 蛤 蛤 我們家在調整啊 我們家有提提 我那個馬鈴鐺 有沒有 嗯 你會累了齁 超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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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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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以了 不會晃的時候 你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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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有了 喔 有了 有了 好 來 一定有人陸續成功 你可以走三步 你走七步囉 好 你走七步囉 你會轉彎喔 好 會轉彎就是你那個沒有很低 沒關係 好 來我看 好 好 好 來 哇 對 因為它太緊繃了 所以就要我把它拆開頭去 我把它拆開頭去 他拆開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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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拆開頭 他拆開頭去 他拆開頭去 沒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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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拆開頭去 就拆開頭去 這拆開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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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拿這個 喔 喔 看看 有了 達請 來 這拆開頭去 請問一下,有沒有什麼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不好意思,今天耽誤了大家半個小時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我們今天的活動就先到這邊告一個段落囉 那這些資料跟還有剛剛那個折紙的部分啊,我會再提供給老師 我們可以大家分享一下網站上 謝謝大家 歐正恩正恩держ一下 小壁大師兄在過山寶寶寶寶寶寶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請多多地方 謝謝大家 請多多地方 我猜小朋友不会离活 小朋友就继续玩 大朋友理我一下 小朋友手上玩玩具的话 大家都不会听老师讲课 所以今天 应该这样讲 虽然我们学老师 先带我们半小时 可是换一个角度 想老师赚到半小时 那像家长们可以理会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整个课程设计 是希望这些东西带回去 所以小朋友还可以继续 继续体验 所以你在这边没有成功 没有关系 回家还是可以继续调整 然后一定可以做成功 那最后一件事情 要拜托大家帮忙的是 那个 我们还是要请大家 我们要请大家帮我们填一下问卷 这个问卷的部分 跟大家做一下说明 根据我们今年去开会的结果 明年 明年 明年还会不会有 加入科学广场的 金费补助 堪忧 应该怎么说 大家都知道 国家现在财政困难 所以我们基本上 没有什么信心 明天可以拿到 这个科技部的金费补助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 朋友们尽量支持我们 然后把您的需要 写在我们的问卷回馈单里 这样子我们至少有一个依据 可以跟政府 跟科技部继续争取 请他们支持我们这个计划 好不好 好 所以就拜托 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给我们今天回馈的意见 那 许老师今天非常辛苦 我们至少要在最后最后 再次给他一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他今天带给我 这个精彩的掌声继续活动 谢谢大家